时乐,十六国时期后照建立者,明君,文盲 大家好,这里是细说古今史,点个订阅,为您讲述显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今天我们来讲讲十六国时期的故事 提到杰族这两个字,我的后辈都有点冒汗 因为这个少数民族是五湖中最可怕残暴野蛮的一个湖族 甚至有人说杰族人建立的是秦寿帝国 杰族的杰是杨自旁的杰 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字没有 杰杨就是只焉割过的,没有生殖能力的公养 这个民族被人叫做杰族,可只是有一段不光彩的苦难的历史 在五湖乱花中的第二个湖族,杰族,杰是杨自旁的杰 在刘渊建立汉政权的二十六年后 匈奴政权被匈奴以前的小弟小跟班杰族的十恶打败 杰族建立了自己的少数民族政权,史称后赵或者结账 杰族到底是什么人,来自哪里,史学家们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们是犹太人,有人说是西域人,波斯人 他们的长相是高鼻多虚,就是高鼻良多胡须,体毛多眼窝身 史书记载中用丑族丑类来形容杰族人的长相 就是杰族人的长相,不符合汉族人的审美,不像匈奴人 史书还记载刘渊他们家的刘氏男丁,外貌英挺俊美什么的 杰族人信封的宗教是拜火教,古代波斯人的宗教 杰族人应该原本是生活在中亚西亚地区 所在的部落被匈奴人打败征服后,被南匈奴人带到中原地区 和汉人杂储的,杰族部落被称为匈奴别部 别就是区别于匈奴人的西域胡族 石勒的父亲是这个匈奴别部里的一个小头目 石勒长大后,喜欢骑马射箭,有胆识 公元302年,就是西晋末期的巴王之乱时期 山西遇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石勒和族人只能一同出去逃难 路上遇到汉人军队抓胡人贩卖以冲军饷 石勒也被抓住,被卖为奴隶 这段经历,对石勒来说是比较惨的 忍机挨饿,经常被汉人打骂,没有尊严 身心都受到了伤害 因为石勒懂得养马的专业技能 被他的主人免去了奴隶的身份 成为了比奴隶强一点的打公仔 后来他的主人又带着他和养的马 投奔了巴王之乱中 其中一个王爷司马颖的军队 在此之前,石勒是没有汉名的 在杰族老家就是杰族名 自里哇拉,吉里哇拉 逃难后,被抓卖为奴隶 可能就是被叫成 哎,那个长得丑的,胡子多的 喂,那个养马的 投奔军队后 他的主人给他起名叫石勒 石勒加入军队后 开启了自己的牛逼打仗技能 从一个普通小兵,渐渐升职为能独立带领一支军队的将领 开始是帮着司马颖打司马越 后来,司马颖被司马越打败被杀 石勒又投奔了刘渊的匈奴军队 渐渐成了刘渊手下的得力干将 其中有一段经历 可以看出石勒是个非常能干的实用型人才 刘渊原本想让一个几千人的少数民族部落归顺匈奴 但是这个少数民族虽然人数少,人心还挺齐 骨气还挺足,就是不同意归顺 石勒说老板你看我的吧 我帮您搞定这件事 他先是假装和自己的上司闹翻 被上司责罚,受不了这口气 离开匈奴,投奔了这个少数民族 这个少数民族的老板一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 热情地接纳了他,待他如兄弟 石勒卧底进入这个少数民族内部之后 经常地带着这些少数民族兄弟出去打家劫舍 每次都能打赢,得到很多战利品 渐渐地这个少数民族都以石勒为领袖 他们自己真正的老板已经被抛到脑后了 石勒一看差不多了 兄弟们,我和你们的老板 你们想要跟随谁啊 兄弟们高喊,石老板,石老板 我们只认石老板 于是不费一兵一组 石勒就带着这帮少数民族兄弟归顺了匈奴刘渊 虽然他呀,没有文化 不像匈奴的统治者 刘渊从小接受汉化教育读书写字 石勒他就是个文盲 但是他的作战能力,领导能力是没得说的 孙子兵法中将领所需要的几个软技能 智信 忍 勇 言 智慧 守信 仁慈 勇敢 言法 除了对他的敌人不仁之外 他都具备 对敌人不仁 这里指的是石勒屠城和沙祥的劣迹 其中最野蛮的一次暴行 是公元311年 与司马越的大战中 将司马越军队和西晋王室朝臣围困在宁平城 石勒破城后 将城内十余万军民围起来射杀 之后将这些投降的军民全部烧死和吃光 这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王爷 司马越已经病死 他的儿子 亲族 西晋王室几十位王爷 士族 大臣 老百姓 全部遇难 公元318年 就是史上最狠老丈人尽准在匈奴内部反叛 将刘渊的后人刘氏皇族全都斩杀 石勒和刘耀率领军队攻打尽准 尽准被侄子尽名所杀 尽名害怕石勒 于是向刘耀求救投降 刘耀派兵把晋明这些投降的人从首都平阳接出 后又斩杀了晋明全族 石勒看到晋明居然不像自己 而是向刘耀投降 大怒进入平阳 焚毁老刘家的皇宫 公元319年 石勒和刘耀的关系继续恶化 但还是名义上的上下级关系 有一次 石勒派使者给刘耀报喜讯 有人向刘耀告密说 石勒派使者假借传喜报 实际是探听你刘耀这边的虚实 刘耀一气之下斩杀了石勒的使者 石勒气得鼻子喷火 你们老刘家的江山都是我帮忙打下来的 我都已经人质已尽了 现在你们老刘家得势了 竟然不念我的功劳 还想谋害我 这皇帝 你们能做 我也能做 当年石勒就建立后赵 自己当上了皇帝 这是五胡乱华中 杰族人建立的第二个少数民族政权 石勒称帝后 有一次宴请高丽 就是朝鲜使臣 喝酒喝高兴了 问他的小弟 你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咋样 小弟说 皇上 您英明神武圣刘邦 封公伟略超曹操啊 也就炎黄两帝中的皇帝 没准可以和您比一比 石勒说 啊 低调 低调啊 我要是遇到刘邦 我就给他当小弟 要是遇到刘秀 我就和他一起逐鹿中原 不知道我们俩谁厉害 会鹿死谁手 大丈夫啊 要光明磊落 不能像曹操司马懿 这俩小兔崽子 欺负人孤儿寡母的 套着给前领导拍马屁 当小丑 才夺取天下 我的本事呢 不高不低 也就在刘邦和刘秀之间 这俩著名的成语 逐鹿中原 鹿死谁手 就出自这位文盲石勒之口 石勒也确实是一位 极有作为的君主 在五湖乱华 那个乱世绝对算是清流 但他本身也是有时代局限性的 所以才会有一些问题 在五湖乱华 那个暴君被出的乱世当中 石勒绝对算是一股清流了 比如他重视儒学 命军国立学官 美军至博士纪九二人 弟子百五十人 三考修成 险生台府 实行了一系列考试 选拔官职的制度 这在那个九品中正制的时代 绝对算是先驱者 也为后世随唐科局打下了一定基础 又比如说 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的举措 这在当时已经伤痕累累的 北方不斥于疗伤好药 凡此种种 可以说 石勒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 在治国水平上 他和曹操 汉光五帝还真差不多 用兵这一点上 石勒也是可圈可点 他灭掉前兆之后 将后兆扩张到了几乎整个北方 除了河西和辽东之外 整个北方都是他的领地 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他的用兵能力了 这个战绩比起那几位 也是有一战之力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 石勒生在了五湖乱华的前期 由于之前的长期敌对 这个时候的湖汉矛盾依然极为尖锐 尽管石勒明白并积极重用汉族人才 缓和民族矛盾 但是在时代和杰族本身的野蛮落后面前 收效甚微 他实行胡汉分治政策 将胡人称为国人 严禁称胡 凡胡物都改名 虽说他也严禁胡人欺凌汉族官僚地主 但实际并无收效 有时汉族高官也不能幸免 汉族高官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汉族百姓了 所以后来人敏沙胡令得到一呼百应 也是由来有自 后照的民族矛盾如此尖锐并非实乐本意 而是时代和文化的局限性造成的 就是换成那几未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敌意和矛盾哪里是几年就能消退德了的 如果他生在福坚或拓跋归那个时代 面对较少的民族矛盾 他会游刃有余得多 没有说过 我们有什么消退以后 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一路